巴黎北郊的华人聚集地奥贝维利耶市近来频频发生华侨遭恶徒暴力抢劫伤人的案件 并且事态有越演越烈之势再度激发社群维权示威抗议 深感性命安全受到威胁 忍无可忍的居民组织了一场大型示威 并获得一万三千名法国华侨积极响应 从共和国广场一路游行到东部的巴士地广场 大伙一边挥舞着法国国旗 呼吁政府改善地方治安 不要忽视少数民族的安全和权益 这些人可能会遭遇到全世界 有些人会出现孤独的机会 但有些人会离开 他们会离开 所以他们不会遭遇到他们的疲惊 一些掠毒案受害者回忆起遭打劫的恐怖经历 阴影无法消除 事实上拥有七万七千五百名华裔人口的澳贝维利耶士 经常发生针对华人的袭击事件 上个月7号 49岁的华人服装设计师张朝林 在马路上遭三名北非一青年抢劫殴打 导致他头部壮地受伤 宋院抢救不治 同样在上个月 一架载有27名中国旅客的旅游巴士 在巴黎遭抢劫 歹徒更像司机喷吹泪瓦斯 造成三人受伤